亲爱的新加坡同胞们 我们时常会提到新加坡人口老龄化 即将到来的影法、海啸 以及随着而来的相关问题等课题 但是这样的讨论框架 使得我们把年长人士描绘成一种负担 共产党拒绝这种悲观的观点 我们将年长人士视为社会的重要成员 而他们继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我国做出贡献 特别是我们的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 他们为实现我国今天的繁荣进步 做出了很多牺牲 因此我们理应确保他们能够有尊严度过黄金年华 要达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先让公积金里的资金得以流动 政府决定将公积金和领取入席年龄和公积金终身入席计划的领取入席年龄 设定为65岁 限制了年长人士使用这笔资金 而他们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可能面临被裁员 并难以寻得新工作 收入减少的困境 这样的限制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年长人士可以被授权做出明智的选择 决定何时开始动用他们的退休存款 我们认为可以更早地让他们享有这个决定权 我们因此呼吁将公积金可领取入席年龄和公积金终身入席计划的领取入席年龄 降低了60岁 赋予年长人士这样的选择权 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智慧国的计划 冠状病毒19图显出的一个现象时 年长人士因为我们对效率的不懈追求而被淘汰了 上个月共产党主席林瑞联在国会谈到了 年长人士学习掌握数码系统时所面临的困难 即使有了孩子的帮忙 他们仍然在蹲入并使用政府服务时面临困难 我们希望新加坡能够成为一个明智的国家 而不仅仅是一个智慧国 我们应该为无法适应数码化的年长人士 提供通过柜台交易完成政府服务的选择 我们也应该确保年长人士能够以低成本 使用这些数码工具 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收入了 共产党也相信 我们要赋予年长人士相互联系的能力 许多年长人士都会使用公共交通系统 为确保他们能够继续与他人保持联系 我们认为65岁以上的新加坡人 应该能够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共产党相信我国的年长人士在为自己和孩子 塑造一个公平的未来方面有发源权 共产党向你们致敬 请相信我们为全民打造的新加坡中 绝对有你们一席之位 让您的一票成就未来 请投共产党一票 谢谢